比如说大家很多我刚才很多知识分子都认为朝鲜很落后 我告诉你啊就军工科技就工业能力来讲 朝鲜比台湾先进二十年不止 朝鲜不但能造潜艇而且再造核潜艇 朋友们大家好 最近中国著名孝行李毅先生又发明了高谈扩论 说朝鲜的工业啊 领先台湾二十年 领先越南至少四十年 刚开始听到他这个话的时候 我们以为他是不是出现了口误搞错了 错把朝鲜当做韩国 但他一再的提到朝鲜 那看来他说的就是朝鲜 我想李毅教授啊 他的记忆应该是停留在1975年 因为那个时候朝鲜的经济工业确实是比台湾好一些 但是今天的朝鲜跟台湾相比 不是说谁的工业啊 先不先进的问题 朝鲜现在已经完全倒退回一个工业国家 一个国家工业发展不错的话 那你这个国家的钢铁 也已经机械化程度应该是非常高的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 但是朝鲜的钢产量连台湾的十分之一都大 机械化程度在全亚洲到处地击 朝鲜虽然有潜艇啊 那是因为朝鲜的实行先军政治啊 所有资源都要军队優先 所以朝鲜的军工业啊 个别的方面是比其他国家要好一些 但是他整体的工业的综合水平是非常差的 所以朝鲜国产的潜艇啊 几乎是和破通烂体没有什么区别 另外李教授还提到了越南 说这个越南的摩托车 机车都造不好 所以他比朝鲜更加的落后啊 40年 我想这个李教授他可能没有去过朝鲜 摩托车现在在朝鲜还是个奢侈品 在朝鲜能骑摩托车的人啊 都是非富即贵的人 而且朝鲜的摩托车一般都是先供应给警察和军人用的 有的时候有钱不一定能买得到 真正连摩托车都造不好的国家就是朝鲜 朝鲜的摩托车虽然有自己的品牌 但是他的这个摩托车主要零部件都是从中国进口组装的 而是从中国进口的配件 很多都是日本和台湾厂家生产 我们知道在台湾和越南摩托车早就是最普通的交通工具 而且多得吓人 但是在朝鲜 它还是奢侈品 最后借用李教授的一句话 一个学者还是要有最基本的常识 我们知道发达国家不一定是工业强国 但一个国家工业发展不错的话 肯定不会是朝鲜这个样子 放老实一点我告诉你新京报 你搞清楚这什么地方 你看看这什么天空 看看这什么大地 这毛泽东共产党打出来的天下 不是你新京报的天下 我80年代就在省级党政机关工作 你新京报的主编你那时候干嘛呢你是 你还搞到我头上来了你 那么这句话李教授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就是老子我早就是党的人 但是你们现在连党的狗都算不上 所以你们根本没有咬我的资格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你还搞到我头上来了你 跟这个新京报之间的这个友好关系啊 我们跟新京报现在结了缘了 快成夫妻了现在 这个这个新京报啊 熊志啊 你们好啊 这个李毅向你们学习 向你们致敬啊 这个新京报好熊志好 这个新冠啊 这个东西啊 它是最不利于欧美的 最有利于朝鲜和中国 所以全球抗议朝鲜第一 中国第二 朝鲜是个零嘛 是吧 朝鲜是零感染 结果人家一努力做到零感染 所以这个体制啊 它可以做到 我们这个体制也好 但是比朝鲜还差一点 还不如朝鲜 所以咱还死了四千人 是吧 十四亿人死了四千人 那根本就等于没人得病 没人死嘛 我们这个李教授太谦虚了 你说朝鲜体制比中国好 人家朝鲜说全球幸福指数 最幸福的国家第一是中国 第二才是朝鲜 所以中国和朝鲜 真的不用相互谦让 本来就是同志家兄弟嘛 你好就是我好 我好就是你好 所以中国和朝鲜 并列为全世界最好 最幸福的国家 就完了 我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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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